我用一天一千的价格 请来婆婆帮我带孩子 回来时 我的孩子却躺在巷子里 一不避体 头皮都被揪了下来 强奸犯被警方找到时 法律还为制裁他 婆婆却选择了和解 默默还小 说什么强奸呀 长大了都忘了 我找到默默的时候 他趴在昏暗潮湿的废弃楼梯间里 他的头皮被硬生生地揪了下来 浑身上下全是亲子的掐痕 下体还被人强行插入了两根筷子 我失声痛哭 抱着女儿拨了120的电话 经过三天三夜的手术后 女儿总算保住了性命 医生告诉我 我的女儿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醒来 我面对这样的噩耗 整个人瀕临崩溃 因为这一切都来源于三天前 因为要回乡下照顾我妈 才把女儿交给婆婆照顾 我清楚婆婆重男轻女 但爱钱的秉性 临走之前 特意塞给她了一千块当做酬劳 好让女儿好过点 可没想到 这竟是让我后悔终生的决定 在女儿因为婆婆 长达四小时的不家看管 被人拖去废弃的楼梯间 实施强奸 女儿做手术 包括住院的期间 婆婆淘金花 都没有赶来看一次 直到警方通知我 涉嫌强奸我女儿的人被抓住了 我才意外地跟婆婆在警察局碰了面 陈小姐 我们抓住了涉嫌侵犯您女儿的嫌疑人 请您现在立刻来公安局一趟 接到张警官的电话后 我连忙从医院跑了出来 害怕女儿没人照顾 我拜托了隔壁病房阿姨帮忙照顾 赶到警局时 婆婆竟正在和强奸我女儿的罪犯 谈笑丰盛 随即 我对上了张警官 看向二人那张无语的脸 见我来后 张警官将事情原委 和我说清楚 侵犯我女儿的男子叫史云 是一名小有成就的创业者 他声称自己是喝醉了酒 一时头脑不清 才会摸了下默默 拒不承认 自己实施了强奸 他说这种事情闹大了 女孩子名声也不好了 于是和婆婆想提出和解 他说 如果摸了我女儿造成了伤害 罪犯也没有捉拿 他愿意代替赔钱 赡养并照顾默默一辈子 因为自己家也有个女儿 这简直是一派胡言 饭盘都要打我脸上来了 我知道 警局的所有人也知道 他一定是清楚 强奸案是无法和解的案件类型 才使用这套卑鄙的话术来和解 我强压着心中的怒火问张警官 所以 你想告诉我什么结果 你婆婆说这件事不怪史云 是她没顾得上孩子 还说她也不想坏了女孩的名声 决定再追查下去 你婆婆想拿钱了事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我正正地看着桃金花和她对面 穿着西装革履的男人 再次看见二人在有说有笑的聊天 气得我差点一时间闯不上气 张警官及时扶住我 我才没摔下去 就在这时我脑海中多了一个不属于我自己的机器声音 恭喜你一绑定发疯系统 每发疯一次就会给你女儿增加10%的康复率 什么意思 一时间我顾不上这事 反正女儿现在在医院生死未卜 桃金花还想收钱了事 这是没那么容易解决 我甩开张警官的手 直接上前单手抓住桃金花刚烫的法式大波浪 你都不要脸的 默默可是你的亲孙女 你居然想原谅折磨你孙女的仇人 不要脸 有你这样当婆婆的骂 桃金花的尖叫声贯穿了整个警局 嘴里不停地说我疯了 好在现场没有一个人帮忙 警察也只是向征兴地拉了下我 就在此刻一旁的屎云咳了两声 正了正自己的领带 这位女士 你先冷静一下可以吗 我吃笑一声 我冷静你妈 你侵犯了我的女儿 你不找我谈 却找他奶奶 我告诉你 侵犯未成年儿童 要判十年以上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自从当了妈 我很少再说脏话 我怎么也没料到 再次说脏话 是在这种情景下 我浑身颤抖地转身看向张警官 张警官 我不同意赔偿 我要对他进行起诉 话音刚落 医院的电话打到我手机上 本来以为是默默又出事了 没想到却是喜讯 陈女士 默默的各项指标 已经恢复正常 这简直就是医学奇迹 请您来医院一趟 我们商量一下接下来的治疗方案吧 我脑中又重新想起那不属于我的声音 恭喜您已经发疯一次 您的女儿恢复健康值为10% 请再接再厉 我刚刚听到的声音不是错觉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我半信半疑的拿桃金花又做了一次实验 陈好 你居然打我 我要回去告诉我儿子 我撸起袖子 还告诉你儿子 你事儿保妈妈 没了你儿子 你就活不成了 正好 你和这个侵犯您孙女的罪犯一起去死吧 我现在就等你告状之前 先把你给揍一遍 一痛下来 我发出了几年来从未有过的怒气 医院的电话又再次打到我手机上 陈女士 好消息呀 默默的手刚刚动力 她有意识了 我挂断电话 立刻出发去医院 出租车上 脑内的机械声再次响起 恭喜您已发疯两次 您女儿的健康值为20% 或吸服所以 服吸或所服 这个系统是真的 医院这边办好女儿的手续后 我便回了趟家里拿钱交易药费 一进门 陆天林正在给他妈擦拭脸上的伤 陆天林是我老公 默默出事的时候 他正在应酬喝酒 就连默默住院 他也不知道 淘金花哭哭啼啼地看着我 那样子 简直我见有脸 陈豪 你怎么可以打咱妈呢 他都一大把年纪了 你就不能让着他点 陆天林放下点符 一脸严肃地看着我 我沉住气 天真的以为 陆天林还不知道他妈干的事 陆天林 你知道女儿发生了什么吗 他一脸无所谓 不就是让人摸摸吗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要我说这件事 不怪我妈只能怪你 谁让你平时不给默默做好性教育 还有 你回去为什么不带着默默 还劳烦我妈费心 我现在只觉得可笑 我笑我自己当初 为什么嫁给这样的男人 他明知道 女儿在医院 却愣是不想去看一眼 我从包里掏出一打照片 扔给陆天林 你的女儿陆淼才五岁 这是我找到她时候的样子 你现在说怨我 我临走之前 可是给了你妈一千块钱 我没有白白让她照顾女儿 可她呢 她居然拿着钱去做美甲 都没有让我女儿吃上饭 陆天林看都没看 直接把那些照片放在脚底下 用力地踩 这些都不能成为你打我妈的理由 你现在必须跪下向我妈道歉 我知道陆天林平时很听她妈的话 但我没想到 她居然听到这种地步 看我不说话 陆天林直接怒了 她跑到厨房拿起菜刀 洋装不要砍我 我心一横 直接上前贴近刀背 你砍啊 来这砍 你这种垃圾货色 你以为我怕你 我眼眶心红 一副不怕死的样子 把陆天林吓得连退好几步 脸色铁青 随后 我直接一脚踢在她的命根子上 在陶金花和陆天林的叫骂声中 我进屋前猛砸了一下房门 往外走去 我早就忘记了 我这些年做家庭主妇 根本一点钱都没有 我没有足够的钱 去给女儿交一药费 我在女儿病床前守了半个月 女儿的情况一直不见好 还是老样子 医生说 默默的情况又止步不前了 哎 现在只能看她自己的造化了 我意识到 系统带来的好转都是固定的 在现有了医学基础帮助下 是无法叠加医疗效果的 我必须要回去找是发疯 不然女儿的病会一直不见好 于是大年三十这天 我回家了 刚开门 我便发现家中热闹非凡 陆天林的弟弟妹妹 带着各自的一大家子 全都来我家吃年夜饭 现场一片狼藉 按照往常 他们走后 这些都要我收拾 众人吃饭吃到一半 见我回来后并没有太在意 反倒是小姑子开口阴养我 嫂子 你去哪里 你不知道今天我们来吃饭呀 家里连个做饭的人也没有 还对我们这些客人自己下厨 我在厨房洗了把手 提高音量说道 你知道自己是客人 还在我家这么放肆 你看你们一家 给我弄得多脏呀 地上随处可见的烟头还有弹 没素质 小姑子一愣 继续说道 嫂子 你也知道 我家刚买了新房 手头也不富裕 也没钱吃饭 这句话的隐医 就是来管我要钱的 笑死了 我还有钱给她 你缺钱应该管你妈要 怎么 我是你妈 小姑子吃笑一声 把话题转到默默身上 嫂子 默默出了这档子是都怪你 你为啥不好好照顾孩子 听到这话 我不乐意了 先前淘金花让我别到处宣扬 她觉得丢人 现在居然主动和她女儿说 为什么出了这种事情 你们第一反应是怪女人呢 如果男人能管得住自己 就没有这些事了 对吗 看啊 这个世界对女性永远有贬义 小姑子还想说话 却被小叔叔抢先一步 嫂子 你这么说可不对 你已经嫁到我们家 就该为我们家做牛做马 我夹了块糖醋里脊放到嘴里 是吗 那嫂子下次去KTV还点你 说完 桌上的人一瞬间都不镇定了 我又补了一句 弟妹不知道吧 你老公平时还有去 KTV简直难摸这一爱好 上次被我抓到了她 还不让我告诉你 现在看来 你应该管管你老公了 小叔子连忙解释 可弟妹根本不听 带着两个孩子就回了娘家 你这是干什么 今天是大年夜 咱们一家人一起吃个饭不行吗 陶金花终于憋不住 朝我嚷嚷道 我没搭理她 继续笑眯眯的对小姑子的老公说 妹夫也不知道吧 我前几天见你老婆和修空调 那男的走得挺近 嘖嘖 好像两个人还亲上了 小姑子连忙解释 我没有 我才没有和空调男在一起 这下 妹夫也被气走了 好好的一顿年夜饭 变成了这个样子 陆天林气不打一出来 也出门了 丁 恭喜您再次发疯 你女儿的健康值为 百分之三十意外的是 陶金花除了刚刚令下不满 并没继续发作 反而倒了满满一杯果汁地给我 陈好 默默出了这样的事情 是妈不对 妈想赎罪 最近 你照顾默默也辛苦了 我们轮班照顾吧 这段时间 你就在家休息 在陶金花身上 我很清楚 无视献殷勤 非奸及到这个道理 可我只是看着她 点了点头 我最近太累了 事情的进展应该加快了 隔天婆婆便通知我 让我不用去医院了 她独自照顾默默就好 我满口答应了我下来 随即开始跟踪她 果然她是一刻也按捺不住了 陶金花带着几个扛着摄像机的人闯进了医院 在他们即将进病房时 我挡在几人面前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陶金花看了扛着摄像机的几人 陪笑道 你怎么在这 你这是在干嘛 我再一遍复述了我刚刚的问题 见我态度强硬 陶金花也不装了 你赶紧滚 天灵妹妹告诉我说 现在互联网特别挣钱 只要我们把默默被侵害的事情发到网上 网上肯定会有人给我们捐钱的 到时候钱我们四六分 你四我六 行不行 快走快走 我煞事明白了 她想拿我女儿的卖场换钱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如果这件事情被爆出去的话 就算默默以后能好起来 肯定也没有脸面见人了 我必须要为女儿的将来考虑 我可以发疯不要脸 但是我女儿不行 到底让近不让近啊 我们时间可是很宝贵的 陶金花身后 扛着摄像机的男人道 见我不肯让路 陶金花有些着急了 你快点让开呀 没听见人家说时间很宝贵吗 扛着摄像机的男人忽然笑了笑 说道 其实我觉得这个题材也不错 五岁女童被侵犯 妈妈百般阻拦 不让我们调查 究竟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活妈妈和罪犯是一伙的 男人说完这句话 直接举着摄像机对脸拍我 我后退几步 紧接着用力踹在男人腰上 男人不受控制地倒了下去 连摄像机都摔得粉碎 丁 你女儿的健康值已恢复到百分之四十 陶金花做事就要跑 我上前两步阻拦 没想到被男人绊倒 但我的手却死死地拽着陶金花的裤子 刷的一声 陶金花的紫色蕾丝变内裤 就这么暴露在大家面前 来来往往的病人 看见这一幕都在指点 丁 已恢复到百分之五十 大家快来看它 我婆婆和摄影师出轨了 我那早死的公公啊 你在九泉之下肯定也安生不下来吧 丁 已恢复 你个死老太婆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还不老实 居然出轨 真是要死不活的 我的脸都没地方放了 丁 行人来来往往 纷纷举起手机拍了下来 而我依旧死死地抓着陶金花的裤子 不肯松手 我让你把主意打到我女儿头上 陶金花 咱们走着瞧 最后是护士长出面阻拦这件事情 才就此罢休 默默的医药费还是没有下落 这时 张警官打电话说 法院那边有了最新的判决消息 我便急匆匆地赶到法院 威严耸立的法院是公平的象征 但此刻里面有一个不是人的东西 史琳双手被镣铐着 她坚持说自己是喝醉了 不省人事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她的律师是本事知名律师 因为钱不够 所以的律师只是法院分配来的 水平根本不在一条线上 张警官一直替我把门 面对使人管我要证据时 我沉默了 现场虽然凌乱 但犯罪痕迹处理地 却意外地干净 由于女儿当时情况过于危机 我们也没来得及进一步取证 唯一的证据 只有默默衣服上残留不多的指纹 你有证据吗 你有证据 是我侵犯了你的女儿吗 你怎么不说是你女儿勾引的我 我只是从楼梯间经过而已 我喝醉了 把她当为我女儿了 我抱了抱 但是没一会我就发现她没马动静 因为害怕我就走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听到这些恶心的说辞 我忍不住骂出了声 法官敲下了法锤 立声说道 宿静 最后这场判决 只能以证据不足暂缓 使人暂时被关进了勘留所 她离开法庭时 与我擦肩而过 我清晰地听清她抵在我耳边说的那句话 你女儿的味道不错啊 一时间 我发疯似地掐住她的脖梗 这也伤害我女儿的祸害 我要拉着她一起去死 见此 周围的人立马拉住我 张警官说这样只会给我扣上精神病的案子 那这样只会更对我不利 我一口气堵在心里 使人从我视线消失之前 她还嚣张地冲我喊着 放心 就算有证据 我也不会坐牢 走之前 张警官说 他们一定会调查清楚 再次回到医院时 缴费单已经欠了一大堆 我看着女儿渐渐好起的脸庞 最终还是心软下来 我一定要把女儿治好 然后带她离开这里 我忽然想起我在老家还有一处房产 是爸爸去世的时候留给我的 现在老家已经被开发成旅游景区 住宿问题更是紧要的问题 我可以将房子卖出去 说不定还能卖个高价 于是我马上订了回家的车票 准备去拿房产证 一个电话打来 彻底将我拉入地狱 是我呢自私自利 为了得自己买个香袋包 可以让我吃半年泡面的妈 喂 陈好啊 我现在在你家 你什么时候回来一趟 她身体刚好 怎么能坐八个小时的火车来我家呢 还没进门 我便听到我妈那高昂的笑声 传遍了整个居民楼 默默 你快进来啊 在门外面愣着做什么 我妈率先发现了我 一旁的桃金花 虽然不乐意见到我 在我妈面前 还得维持一下好婆婆的形象 我没心思问她为什么来 当务之急是筹到钱 妈 你来得正好 我正要回家一趟 我爸留给我的房产证 你带了没有 听到我这话 她脸色突变 你要那东西干什么 我可告诉你啊 那房产证上 虽然写的你的名 但它是我的 我可不指望 你能养我的老 我抿了抿唇 弟弟不缺钱 你快点把房产证给我 我弟是真的不缺钱 他年纪轻轻 就辍学出去闯荡 这几年开了几家连锁公司 还有了百十名员工 什么不缺钱呀 我知道你要房产证干什么 不就是为了默默吗 默默没事 都是小孩子嘛 长大了都忘记了 你还至于犯得着 为她卖房子 她终于表明 她这次前来的目的 不过 我妈是怎么知道 默默出事并且住院的 我抬眼望向了桃金花 桃金花双手一摊 表示不是自己干的 绝对不可能是陆天林 她根本都不想管这件事 那会是谁呢 我问我妈 谁告诉你默默生病了 你是怎么来的 我妈翻了的白眼 显然不想回答我这个问题 你先别管我是怎么来的 房产证我是不会给你的 还有 你就原谅那个使人吧 那他也不是故意的 人还没有不犯错的时候 当初你爸让人污蔑后 我还不是原谅他了 什么跟什么 我简直和我妈沟通不了 我气得跑下楼 我妈也紧跟着我下楼 小航 你怎么不听妈劝呢 打官司对谁都不好 咱家默默还这么小 就别遭这个罪了好不行 我终究还是没忍住心底的压抑 妈 如果换作是我被侵犯 你也想拿钱了事吗 我妈显然愣住了 什么侵犯 她居然不知道 我一五一十的 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她 还带她去了医院 她见到默默全身上下 插满管子的那一刻 止不住地哭了起来 我对这样的母亲很陌生 她鲜少会流泪 与此同时 我想起了唯一一次 她向我母亲的时候 那年我读高三 隔壁班有个男人摸了我的屁股 这是被她知道后 硬是让对方赔了三万块 那时我以为她只是为了钱 但此刻我开始有些不确定了 明明那个女的告诉我说 使人只是摸了默默一下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我的默默才五岁 我以为没有多大的事情的 女人 我皱着眉头 提取到了这个关键信息 什么女人 有人去找过你吗 对 有人找过我 她说她是使人的老婆 使人喝醉酒后 不小心摸了默默一下 默默可能是下找了 然后她说你就非要打官司 给了我一笔钱 让我赶来这里 劝劝你不要打官司 使人的妻子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没想到他人在监狱 脏手还能伸到我家里 我妈坚持说这件事情 必须打官司 也是这时 我才知道 母亲曾经也被人猥亵过 而那个人正是母亲的继父 母亲的生父死得早 在面对这种事的时候 没有人帮她 而我的姥姥也只会说 是她勾引了继父 难怪 母亲曾说自己17岁 就自己来到大城市闯荡 想必也是不想 跟家里人有牵挂 她把房产证给了我 我以最快的速度 卖了出去 因为老家是在 五星级景区的原因 我的房子卖了一个高价 三百万 我先是把默默 在医院治疗用的钱还完 随后花了大价钱 请来了国内最好的律师 为我的女儿打官司 等女儿好起来后 我们先在家里住一段时间 我妈告诉我说 她还有那个女人的联系方式 我心里顿时生出一计 她竟然喜欢背地里搞小动作 那我就来一出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我让我妈把女人约出来 并录音 晚上六点 我妈才从咖啡店走出来 放心吧 她已经信了你会撤诉 估计现在要去监狱 告诉她老公 这个好消息了 我妈说完 从包里掏出一只录音笔 来递给我 这就是证据 我拿着录音笔 看着这突然靠谱的我妈 忍住哭腔 谢谢妈 我妈抱住我 傻丫头 咱们一定要打这场官司 使人必须死 不然她这种祸害 留在世间也是浪费 夜深人静时 我打开了那则录音 女人嚣张跋扈的声音 顿时蔓延整个屋子 你女儿还算识相 撤诉是对她最好的解决办法 女儿健康 还能再捞一大笔钱 多么两全其美的选择呀 我妈问她 难道你就不觉得 你老公做错了吗 女人吃笑一声 我老公怎么会有错呢 她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好的男人 就算她真的做错了又怎样 反正我也会原谅她 我关掉录音笔 果然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一日 我便把录音笔交给了张警官 她说这是真实有效的证据 要帮我保留着 我问 为什么不能直接作为证据呢 我现在就要开庭 现在就要使人被判死刑 张警官无奈地摇摇头 先前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案例 我们也提交了证据 但是只有物证没有人证 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目击者 而且据我所知 使人似乎有睡眠性交证的证明了 睡眠性交证 近些年为强奸犯辩护的高发词 得了这种病的患者 会在无意识中进行性有关的行为 包括但不限于 性交 性抚摸 自我性安慰 上次你在法庭的举动 已经有所影响 如果没有目击证人 基本不太可能成功 难怪 她会在那天猖狂地说到 有证据也没有用 在她眼里 和解成功 那就是不用接受任何惩罚 和解不成功 最多也是需要进精神病院 影响了她企业家的名声 我按了按太阳穴 逼着自己冷静思考起来 目击者 我该去哪里找目击者 就在这时 我接到一个电话 是我妈打来的 默默 你快点回来吧 你老公在医院闹开了 她非要把默默带走 简直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临走时 张警官塞给我一个透明波未平 上面写着化学硫酸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她折直我的手机 解释道 防身 你家里的婆婆 就是个直老虎 儿子想必也是 必要时刻可以用来唬人 这不是硫酸 只是普通的双氧水 一般我都会给你这种 家庭情况的受害者家属 一瓶这个 我接过来 将东西放进了包里 郑重地向她倒了蟹 酸色感也爬上了鼻尖 刚进病床 只见我妈倒在地上 陆天林正在拔默默身上的管子 我把包扔在地上 拽过她的肩膀 甩给她一个耳光 我妈赶紧起身 从陆天林手中抱走默默 陆天林的嘴角被我扇出血 她扬起手 毫不留情地还给我一个巴掌 就是因为你这个贱人 非要诬陷别人 强奸了我女儿 毁了别人的清白 我看她就不能跟你带一块 我必须带走 她醒来还不知道 会被你洗脑成什么样 我看着面前的男人 越来越陌生 她竟想带走默默 逼默默放弃指认 让这个案子结束 她原本就不想管这件事 却突然插手 婆婆想要赔偿 但她显然不会是因为这个 是为了什么 聚在病房外 看戏的人越来越多 这是我的女儿 我要带走 陆天灵说得理所应当 还没等我开口讲话 病房外就已经有病人替我辩解 小伙子 你怎么能打你老婆呢 钱有你妈后有你 你们一家子真是恶心 你说她是你女儿 我也没见你来看过几次啊 就是 一直都是这个阿姨在照顾她 你没有资格把她抱走 虽然我不知道你女儿生了什么病 但我一直就住在你女儿隔壁 这些天你一次都没来过 你不配当父亲 闲言碎语 好像快要把她吞噬一般 她直了直身子 骂道 你们懂什么 这是老子的女儿 老子想怎样就怎样 你们管什么闲事啊 难怪你们一直住在医院呢 肯定就是这张见嘴害的 陆天灵大男子主义向来很强 他不允许我出去工作 他说女人就该在家相付轿子 他吃笑一声 指着病床上的默默 你们知道老子的女儿是怎么住进来的吗 他被强奸了 和他这该死的妈一样会勾引人 不要脸 他又转过身对我说 你现在跟我回去的话我还能原谅你 要不然咱们就离婚 病房外的人全都哑然 他们都静静地望着躺在病床上的女儿 我精心呵护的女儿就这么被陆天灵给毁了 我大吼 你给我闭嘴 他一脸得意洋洋地看着我 我拿起包 从包里掏出硫酸 你毁了我女儿 那咱们一起去死啊 陆天灵彻底愣了 他指着我 你别乱来 你千万别乱来呀 我可是你老公 杀人是犯法的 正好他脸上被我滑到口子 刷羊水一碰到伤口就会冒泡 并且疼痛 我一股作气地全部撒在他脸上 陆天灵捂着脸 在地上撒泼打滚 救命啊救命啊 杀人了 他用硫酸泼我 快叫人啊 丁 您女儿已恢复80% 请再接再厉 默默被侵犯这件事 还是被发到了网上 不过并没有拍到脸 这几天 医院门外集聚了好多记者 想来采访这件事 我都一一回绝 我再次来到女儿出事时的商场 来到了她被欺凌的废弃楼梯间 楼梯间上 有好几个带着血迹的手印 是我女儿的 她是否也挣扎过 但最后还是无济于事 我看着这些手印哭出声 出商场时 我恰好看见陆天琳和另一个女人 陆天琳亲密地搂着女人的腰 两人很是亲密 等那个女人再转过身来的时候 看着那张熟悉的面容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于是我拍下来 给我妈发了过去 妈 使人的老婆是不是这个女人 我妈很快便回复 对 是她 原来 这就是陆天琳去医院闹的原因 有人在她耳边煽风点火 用美人计了 只是我没想到 陆天琳居然会和这个女人搞上 这次没成功 女人肯定还会在想别的把戏 让我撤诉 此刻 我只需要等待这个女人找上我 晚上我在医院守着默默时 使人的女友敲响了我的房门 我想你也知道我来的目的 第三次开庭马上就要到了 我希望你撤诉 撤诉之后我会给你一大笔钱 让你和孩子都衣食无忧 我轻笑 你笑什么 女人看着我 脸上已经有了一丝生气的模样 我笑你蠢 被男人骗了都不知道 这个男的 值得你为他死心塌地的做事 他强奸了我的女儿 如果换作是你的女儿被强奸 你又会怎么办呢 女人不再说话 既然他们三番两次地逼我 我又为何要忍让呢 这天 我设计让陆天琳来医院闹 开始了我的大戏 既然陆天琳他们一家那么喜欢媒体 那就让媒体拍他们拍个够 医院门外集结的记者这些天一个不少 反而越来越多 我直接一不做二不休 躺在地上就开始撒泼打滚 我指着他 我以为你是真心对我好 没想到女儿生了病你就去找外遇了 你找就找吧 为什么找伤害女儿的那男人的妻子 陆天琳本想读我 没想到却把自己送上绝路 记者们 你们都来看看啊 我真的不想让我的女儿有这样的父亲 自从我女儿出世以来 这个男人从来没有看过一次 可是现在他天天来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和别的女人搞上了 还是仇人的妻子 陆天琳重重地在我身上踹了一脚 你在乱说什么 你有证据吗 我掏出照片扔在他脸上 我有证据 记者们你们快来看啊 丁 已完成90%丁 全部已完成 场面一时间不受控制 可我满脑子只有这冰冷的机械声 我的潜意识问他 为什么都完成我的女儿 还是不能醒来 你不会是个骗子吧 只是刚问完这句话 病房里传出了一阵虚弱的声音 妈妈 是默默 她醒了 记者们也很懂事的 只是在外面一拍 并没有往里走 医生也急忙赶来给女儿检查 他又让护士 叫了几分老医生过来 就这一会 女儿几乎是做遍了全身的检查 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扶了扶自己的老花镜 竟然全部都奇迹地愈合了 这简直是医学史上的奇迹 我的女儿都好了 这简直是我人生中的奇迹 我抱着女儿久久不能释怀 这件事情被抱到网上之后 女儿收到了很多关心 小妹妹一定好好地活着 要坚强地活下来 妹妹不怕 我小时候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当时是我懦弱没敢报警 所以对这种事情终身有阴影 小妹妹她爸死了吗 第一次见这么贱的男人 居然出轨仇人的妻子 真不要脸 我祝她成为杨伟男 陆天龄躲在家里不敢出来 小区里的人都对她嗤之以鼻 人见人打 我也因为媒体 见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人 现在就该着整治史云了 她的开庭以直播的形式审问 毕竟这件事在社会影响很大 史云从头到尾都是反复说着一句话 我不记得了 我攥紧拳头 就算你什么都不记得 但你让你的妻子去找我的妈妈 你知道你这属于什么吗 史云勾起一抹唇角 我喝醉了 我什么都不记得 正在令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我摆出了这些天我收集的证据 就在此时坐在旁听席的母亲 此刻看向了我的王牌律师 我的心才落了地 只见张律师淡定地说到 我方有证据补充 就在刚刚我们找到了证人 能证明嫌疑犯史云 对受害者默默实施了强奸 还好还好 她还是来了 沉重的棕色大门被推开 一位中学生走到我面前 深深地朝我拘了一躬 对不起 不能及时告诉你 我害怕 当时录下这段视频 是因为我正在打扫破楼梯间 我想上去阻止 是我的懦弱害了你女儿 对不起 我冲着她摇了摇头 紧接着 中学生便把视频 交到了法官面前 整个案件如同预料中 一般发展着 史云的律师 拿出了史云的精神病证明 张律师看着面前的人 仿佛是被欺笑了一般 你不知道这种案子 早有先例了吗 就算他当时真的发作了 照样有罪 酒精是这种病症的病发诱因 史云在自由地利用自己的不自由 理应判其有罪 看来 有时候 贵真的有贵的道理 史云的律师面色煞白 张律师却这才叙事待发 但是你想多了 这样太轻松了 史云确实有这种病 但却不是在强奸受害人时发病的 法官 我申请我方第二位证人出席 第二位证人 是史云的女儿 在看到我女儿的遭遇时 找到了我 那天 她一见到我 便跪在我的面前 替她的父亲道歉 尽管她没有任何错误 史云看见了自己女儿 仿佛看见了鬼一般 史昭帝 你来这里干嘛 看你爹我的笑话吗 史昭帝的眼里没有光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U盘 举在了空中 这是我爸这几年来 每次侵犯儿童 都会保存下来的视频 关于这次受害者默默的视频 他设置了自动发送 不过好在被我拦了下来 发病这个挡箭牌 在此刻不攻自破 法庭内阵阵唏嘘 你这个贱人 老子养你那么多年 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 我他妈杀了你 我就不应该听你妈的 把你这个箭种留着 我早该把你卖了 给那些男的娃 与此同时 U盘里的内容 投放在了大屏幕上 直播被暂时关闭了起来 视频里 每个女孩都哭得撕心裂肺 史昭一拳又一拳地 砸下那些孩子 所以 这些孩子家长 没有选择报案 是因为心虚 还是感到可耻 这个世界上 还有多少个史昭 逍遥法外 最终 多项罪行累加 史昭被判斥 立即执行死刑 而给史昭做诊断的医生 也被停职 涉嫌帮其作为证 被提起公诉 史昭的老婆 也在这其中 在叫骂声中 我才知道 史昭的女儿 也曾被史昭猥亵过 因为这件事 在当地影响重大 不仅我的离婚手续 办得尤为顺畅 陆天林和他妈爷 持续性被媒体围攻 就连陆天林那一意为傲的 大厂工作也丢了 史昭的老婆 将官司的失败 全都怪在了陆天林的身上 爆出了他多次私自挪用公款 且偷睡漏睡 个人自有恶人魔 面对陆天林的是冰冷的牢房 我迅速带着陌陌 从家里搬了出来 开始办理签证 打算出国 陌陌仍然会在夜晚哭泣 一洗澡 就是两小时打底 我要带他换换心情 也要带他去看最顶级的心理治疗师 在这期间 陶金花不知道怎样找到了我的地址 来过三四次 想必是怕没人养自己老了 陈好 对不起 那天是我没有看好陌陌 你能不能让我进去看看陌陌 我想道个歉 毕竟我是孩子的奶奶 陆天林这小子居然出轨 我是真的不知道 陈好 求求你让我进去看看 我的亲孙女吧 隔着门缝 我居然还想再删他一顿 但我忍住了 平静地拿出手机 拨打110 你好 我被人骚扰了 婆婆也该得到报应了 她的降压药 心脏病药 早已被陆天林替换干净了 她最疼爱的儿子 早就想要了她的老命 要不然这些年 怎么会年年给她买最高档的保险 以前婆婆的药都是我给她的 我帮她换了回来 可如今我不会了 我也不会提醒她 我不会原谅她 也不会原谅自己 如果那天我能带默默走 如果婆婆尽了义务 默默也许就不会出这点事 可惜没有如果 我也不能穿越回去 出国那天 我给我妈打了电话 妈 我给你转了点钱 省了点花 那边传来的是 酒吧震耳欲聋的音乐声 我不自觉将手机拿远了些 钱 你还有钱 一百万 我没说的是 拿到那卖房子三百万后 我还中了彩票二百万 我的母亲 是一位不称职的母亲 但是 自从我了解了母亲的家庭之后 我开始不恨她 没有给我一个健康的童年妈妈 我能换个医生吗 为什么呀 我害怕 我想要女医生 好 听你的 听你的 感谢观看